农村小哥讲石头 今天来切这一块石头 这个石头本来这边啊 它还有一坨的 因为它这里有裂 还有这边这一坨 它没有浴画 所以被我敲掉了 因为看起来 它跟这边都要分离的 所以我当时用铁锤就把它敲掉了 这个石头看外表的话 也是很普通啊 但是你仔细看的话 它还是有表现的 我们翻过来看一下 仔细看的话 你看这些水晶眼啊 有很多水晶眼 有水晶眼的话 它就是有二氧化硅嘛 这边 这里边有敲烂的一个口 因为当时在盒里面捡的时候 自己也看不出来 所以说还是要给它敲一下 你不敲的话 这么大一个石头就往家里面搬 没有用的话 又是浪费力气啊 所以当时敲开的话 你看它里面有草丝 这个白色的地方是小小的玛瑙纹啊 从这个敲口来看 感觉这个又还是很冰透啊 打灯的话 它是有透光的啊 这个石头如果不是敲开这一个口的话 可能在盒里面看到我也不会剪 因为外表的话真的是太普通了 所以说 石头 有一些它可能是石包玉 这一块我打算给它切开 看一下里面能不能美食的一瞬间啊 好 我们给它上机器啊 开口表现满满啊 刚给它切了一刀 好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啊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吃的一瞬间啊 哇 噻 哎呀 真的是不给力啊 整个石头 它居然没有肉 这开的是什么窗啊 你看 刚好它这里可能是有一坨肉吧 然后就往这里开了一个窗 然后切进去的话 沙也不是啊 但是中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玛瑙纹 这些啊 小小的全是玛瑙纹 这些全部都是没有浴化的 只有这些一小部分的肉啊 这一小坨 是那个玛瑙制来的 我就想看一下 这个开的是什么窗啊 这个窗开的真的是牛啊 你看 就那么一点点 就得了这一点点茶花 啊 可以做一个珠子啊 就一个 多的也做不了 美食啊 每天一定分享美食啊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了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啊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